我們來講到說 現在新國會上路之後 開始有最新的民調了 結果這些民調之後發現 你看這個標題是寫什麼 寫形象 谷底翻身 韓國瑜現在滿意度52.1% 同時大家最驚訝的是 20到24歲 這個年輕人族群 對他其實也有5成8的滿意度 這個就表示說 是不是真的他最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第一大家覺得 他就真的是滿公正的 在當立法院長這件事情上 第二最近這個議事 我們剛剛講的包括洪生 包括吳思瑶 他們對他的這些指責 所謂的黑韓反作用力 有顯現出來 因為我們就發現了 如果你輸入韓國瑜 這兩天輸入韓國瑜 在Google Trade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說 你會跑出幾個關鍵字 這當中包括什麼 包括發現說有人 撕臉卸妝 精靈系美藍 卸妝之後就變成韓國瑜 包括說最近韓 韓劇如果有在追的話 那個韓紹希他的新男友柳俊烈 說竟然長得很像韓國瑜 甚至他是什麼 說相似度把87% 往一看回不去 我要吐了 有台的報導 好這一些基本上都是現在在網路上面的熱搜關鍵字 因為你看看到目前為止 3月12到19 他的熱度變化 您就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確實在現在網路上面的熱搜度是很高的 而其他相關的就是什麼 就是洪生汗 還有人跟韓國瑜放在一起相關什麼 是執法 就是這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想問 現在包括了民進黨 包括了綠媒或是相關的側翼 對於韓國瑜的這一些評論 真的有用嗎 對於民意輿論會起得起作用嗎 因為就連他吃水煎包 一顆28塊錢 現在呢 友台都去問了我們的主記長朱澤民 說請問一下 你們那個水煎包一顆大概多少錢 他說15到20塊錢 他講韓院長吃了28塊是比較好吃嗎 朱澤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就說可能大小不一樣吧 這是想要塑造韓國瑜什麼樣的一個形象呢 到底現在猛攻韓國瑜 當然除了我們也知道說話題人物 可能這樣子比較有流量之外 到底什麼原因 好朱立倫已經解答了 朱立倫講法是說 因為他們把韓國瑜把盧秀燕視為2028 假想敵 甚至還在講啦 說現在呢 基本上是不是 只要是手掌或地方 縣市手掌 這些都有可能變成他們搞政治鬥爭的對象 是已經在想2028了嗎 因為現在我們就看到 大家對於民進黨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520之前很多人在討論 誰會當行政院長如何阻隔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最新民調發現了 如果民進黨要自己單獨阻隔的話 其實呢 52.1%過半是不滿意 是反對的 那大家希望的是聯合內閣 但聯合內閣怎麼一個聯合法 好如果呢 是藍綠的話 那個49.8%是不滿意的 好但是呢 更不滿意的是誰 更不滿意的是 綠白聯合內閣 52.1%更不滿意 大家想要的是藍綠白共組聯合政府 過半人是投這一票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對於綠白和仍舊不看好 也因為什麼 柯文哲確實啊 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跟綠營現在呢 看起來好像他們還是把他視為主要的對手 像是太陽花 剛剛十周年 就有人跑出來痛批 柯文哲黃國昌現在都在白的裡頭 是沒資格收割 譬如說啦 白沙屯媽祖起駕 柯文哲不跟也有人講說呢 你是對聲量有幫助的才肯做 譬如說啦 柯文哲他在憑這個台北市議會 裡面的相關案件的時候 講到藍綠聯合屋前 馬上台北市的這些民進黨議員們 就要求他必須要道歉 大家開始在說 現在是不是柯文哲還是民進黨裡頭的首要攻擊目標呢 黃國昌的講法是說 先前呢 不是有人在講說 哎呀 柯文哲跟蔡英文見面他很不開心 他覺得是側翼在見縫插針 這一切呢 基本上都是因為他們對於柯文哲的不滿 同時之間他也希望蔡英文不要辜負柯文哲的好意 但是到現在整個政局的變化 我們就想問問一下強哥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呢 目前一個最新民調韓國瑜的滿意度 突破50%到52.1% 年輕人58%的人對他是滿意的 其實做什麼像什麼 我覺得韓國瑜在擔任院長 主持議事 那麼公正中立 而且遵守議事規則 那我覺得這個形象 展現在台灣民眾的眼中 大家就是都是有目共睹嘛 那尤其年輕的族群的話 你看這幾波的工坊在網路上坦白講 民進黨發動好幾波想要打韓國瑜的工坊 就都踢了鐵板 反而更驗證了韓國瑜的正確嘛 那你說包括最近這三波嘛 民主基金會對不對 民進黨一直想攔指民主基金會啊 到最後為什麼手開始有點怕怕要縮回去 董事長也不敢卡了對不對 然後那個政黨比例代表之民 當然要把羅茲正拿掉對不對 現在執行長還想要再動手腳 但是我就直接警告民進黨 你去踢鐵板你看看 民眾是認同民主基金會 他就是國會外交當中的一個產物 所以基本上由立法院的院長 來是擔任董事長 並且按照章程他來提名執行長 這是第一個你看 民進黨當想打這個東西踢鐵板的時候 就更驗證了韓國瑜的正確嘛 那上次所謂的提案也是一樣啊 民進黨就一直在黑說 這個是這個違反這個過去的慣例 結果發現王金平也有提案 發現蘇嘉全有連訴 他發現你們民進黨原來搞了半天 就是綠能你不能的雙標 這一次坦白講 民進黨踢鐵板最重啦 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瑜就是白子 隱居白子黑制的立法院議事規則 唱名三次不到 然後就視同棄權 所以換言之民進黨搞了 你看他搞了108招 到處轉戰場用各種的方式 好想要來去回避今天他們自己的 遲到愛哭愛鬧的這個特徵的時候 民眾只是覺得很反感啊 這個立法院總質詢韓院長 按照議事規則就是 唱名十個立委這件事情 很抱歉 在網路上真的是不分藍綠 一面倒都認為說 這次到底是站在韓國瑜這邊 為什麼 因為你民進黨說真的 民進黨你跟我講你要好好質詢 我們都不相信了 結果你自己連做個樣子質詢都做不到 你到底有什麼能力來去告訴大家說 今天你想要用這個方式去搬韓國瑜呢 所以我在那個國民黨黨團裡面討論 那個內部討論的時候 我是非常強烈的認為說 今天民進黨如果是這種態度的話 你不可能今天讓他恢復 所謂的那個總質詢 去補他的總質詢 因為民進黨一定會跟你講什麼 他說你看他認錯了 韓國瑜認錯了 我們還沒有協商 民進黨之前好幾個委員點說 那天韓國瑜說要召開協商 就準備他要認錯了 等於是他知道他的意思主持是錯的 然後就開始到處去罵 所有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然後去罵韓國瑜 可是最後你會發現 民進黨每次貼文出來 就是招致一大堆的反彈 當然我必須講 以民進黨的個性 他是不會停下來的 所以黑韓的產業鏈 他會一直持續下去 為什麼你黃捷最典型 各位你還記得 黃捷一當立委就鬧個笑話 他要進到立法院 他是要監督韓國瑜的 他有沒有搞錯 我們立法委員監督的對象 是行政官員 他是進到立法院 他要來監督韓國瑜的 所以民進黨把韓國瑜列為 不敢說是總統的未來假想敵 但是他絕對認為說 韓國瑜如果說 今天繼續維持 他的高滿意度的話 對於民進黨未來的選舉 他們認為韓國瑜 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雖然 處心機率想要黑韓國瑜 但是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 越黑韓國瑜 我覺得他的聲望是越高的 好 其實我們今天早上 在看的時候 我自己確實是有一點驚訝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當我打出韓國瑜 後面竟然會跑出 比如說類似執法 比如說柳俊烈 兵哥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不是立法院長嗎 後面出現洪生汗 which我可以理解 羅明財務事業 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 像類似這種韓星的關鍵制 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個是故意要湊他還是 還是搞笑見仁見智 但是你說其實真的 某一看來有一點點像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點像 當然每一根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每一個人的認知也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好玩而已 但是韓國瑜最近這一陣子 聲浪為什麼會這麼高 其實很簡單 不是韓國瑜自己去求來 是民進黨自己造成的 你民進黨如果沒有天天想要去弄他 沒有天天想要去設陷阱 去玩他的話 韓國瑜聲量怎麼可能會高 他就立法院長 就是做他本分 分內該做的事情 連水煎包都可以拿出來扯 我真的覺得無聊了 還有記者把他就問他說 院長你今天是不是又吃一顆 28菜水煤包 他說對 我也很想問一下那個 水煎包哪裡買的 好像聽說不錯吃 我老實說 對 一般市面上水煎包 大概是20塊上下 現在就差不多這樣 那28塊好像比一般的貴一點點 其實那又怎樣 他身為一個立法院長 他沒有出去畫面吃飯 他在辦公室吃水煎包 是有哪裡做錯嗎 我真的不懂 那到底是要怎樣 立法院長是每天要貴的算盤 在那邊等你們各位立法委員 大家光臨是吧 所以我覺得去黑他這個東西 只是越來越選擇民進黨這些 立法委員的素質之差 這些人之沒料之草包 所以我覺得他們要繼續黑吧 就繼續來吧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蠻高興的 但是民進黨有沒有在為 2028做準備 當然有 老實講也不只民進黨 民眾黨有沒有 民眾黨也有 你以為柯文哲在幹嘛 那朱立倫有沒有 當然也有 我覺得都有 大家都在做準備 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選舉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你做準備 你不能做得太low 你現在覺得盧秀燕可能要起來了 就開始想盡辦法 找任何的理由去弄盧秀燕 但你弄得起來嗎 盧秀燕被民進黨這樣 一波操作之下 他現在變成六都市長最高了 甚至變成台灣 你們TVB做的民調 他的政治人物裡頭 聲望卡最高 然後韓國瑜也是一樣 被他們整個油黑翻 我們把他弄起來 所以這都民進黨自己造成 民進黨要去想想看 你們的操作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在不該操作的東西上面 硬操作 才造成今天這個結果 那至於說 民眾是不是期待 藍綠白聯合組閣 老實講 我覺得對一般民眾來說 他可能想說 大家應該和解 藍綠白應該大家都要來 可是我是直接高呆 我反對藍綠白組合 根本不應該 因為很簡單 你以為民進黨會開城布公的 一個人說 好 今天我既然 原來你入閣 我就尊重你的意見 這件事情讓你處理嗎 不是的 民進黨之前怎麼弄唐飛 你們忘記了嗎 忘記這件事情嗎 民進黨從來不會真心待人的 他抓你進來就是要收編 你就是要利用你 就是要把你用完之後丟掉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民眾黨被他延攬入閣 抱歉你民眾黨你就完了 今天國民黨如果傻傻被他延攬入閣 抱歉你以後就毀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誰相信民進黨的話 就跟他聯合組閣 誰就是蠢豬 好 但我們想要請教一下雨萱 當然現在這個有人講法是說 他就是把韓國瑜視為假想敵 但是像很明確的 就像剛剛兵哥講的 大家其實就是看到了 現在520都還沒開始 就是這番情境 所以才會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民調 不是 對 燕姨姐你講的一個重點 賴清德倒還沒上任 所以我們先講 第一個 韓國瑜的支持度跟他的滿意度 到底哪裡來的 其實現在的韓國瑜跟過去最大的差別 我都講說這個叫做韓州儲除三害 為什麼叫韓州儲除三害 以前他在高雄市場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瘋迷全台灣 那樣嘴 特別會講話 演說 演講 京劇有渲染力 所以那時候在選舉期間 包括到了2020年 那時候大家最津津樂道的是 韓國瑜很會講話 非常動人 但是今年的韓國瑜不是這樣子 韓國瑜改變掉過去那個韓國瑜 先除自己這一害 他變得不講話了 韓國瑜現在只有謝謝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還有你們看我的眼睛 那個還算是難得一見 我覺得不講話 你仔細看韓國瑜 從敲錘子這一次的風波 包括所謂的議程的問題 到近期他對總部署長出手 這陸陸續 請問他有講什麼話嗎 也不太重要 重點是他做了什麼 所以這是大家看到最大的改變 因為以前他們最喜歡笑韓國瑜草包 笑他只會滑中取寵 結果韓國瑜現在為什麼 屢屢能夠登上新聞熱搜的版面 甚至是第一名的位置 在於說他做了什麼 所以這是他最大的改變 所以好 我們這件事情定調之後 回過頭來 你講到說那現在民進黨政府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跟韓國瑜之間互動 我坦白講 藍綠衝突真的是 這是未來政府所要看到的嗎 以前為什麼要藍綠衝突 以前是因為民進黨一黨圖大 我自己壓樓底 壓在地板上磨蹭 但現在不是 你現在民進黨所有的任何一個 法案跟預算案 請問要看誰逃兵 當然是看國民黨逃兵 你要拜託國民黨 難道你真的要轉向去找民眾黨嗎 民眾黨你柯建民你轉頭 你就看到黃國昌了 你要確定 你真的要去找黃國昌嗎 不可能 而且民眾黨現在至今的路線之爭了 原本你們還可以仰賴黃珊珊 對不對 但現在不是 黃國昌已經明白著 我就是永遠的在野黨 我就是要監督民進黨 我才有我的舞台跟我的能量 所以朝野之間的對立跟衝突 會不會符合未來 執政黨的利益跟意向 坦白講 我去紅珊珊這件事情 單純是他個人的插槍走火 你看柯建民都退縮了 說好啦 沒有 沒有誰對誰錯 大家只要有校正回歸就好了 所以你看顯然 大家知道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戰場 所以你真的要為了這種戰場 然後跟藍綠之間形成 強烈的對立跟開槓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辦法 而最後我們講到你說 內閣人選的問題 各位其實這個民調少做一個 那為什麼沒有五黨籍 對啊 就是民進黨找五黨籍合作 在我看來 這才是最有可能的一個路徑跟走向 因為這件事情 已經告訴你很清楚了 找新潮流賴清德就完蛋了 上任馬上就跛腳了 對不對 就沒戲唱了 因為所有民眾 甚至連四成都保不住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民進黨內部 包括賴清德跟蔡英文之間 還紛紛擾擾的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蔡英文要見柯文哲 最大的原因 在於新潮流要不到位置 現在在跟賴清德持續的叫板 所以我們就等著看 賴清德扛不扛得住的壓力 而如果他願意去找五黨籍的合作 而未來韓國瑜會變成是 他最大的服務跟立法院 最大的感染支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韓國瑜 已經不是國民黨的韓國瑜 他是超越藍綠 沒有黨派的韓國瑜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因為回過頭來 我們也要討論這件事情 超越黨派 因為你家的店家 可能今年夏天要漲價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等來告訴我們 來吧 我們今天要觀看 我連聽說 因為你感到